看了一阵时间的仙人掌频道的人 应该都会发现最近频道很少出灵异影片 主要是因为素材早来早去都是差不多的题材 像是搬到新家遇到诡异现象 或是门外的敲击声 物体自己引动 恶魔攻击等等 虽然今天的故事也是一样的开头 但当事人拍了一连串的照片跟影片 就算是造假的故事 足以让你今天晚上吓到睡不着觉 2006年Susan Lewis跟他女儿Jamie搬进了南加州的新家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梦想的家 搬进去没多久 Susan的新男朋友Matt也搬进去 Matt跟Jamie相处融洽 她刚好也有一个女儿Marie跟Jamie同年龄 这个新竹的家庭在这个新家 组成了一个快乐小家庭 但这一切都在花生酱倒了之后破碎了 搬进去几个礼拜后的某个夏天 他们在家里的后院泳池放松 Susan则是走到厨房要准备做午餐 她到厨房看到柜子上的一罐花生酱 盖子打开倒在家上 唯一的是这罐花生酱却不断的流到地板上 就像是融化了一样 当时虽然是夏天 但还没有热到足以融化一罐花生酱的温度 她当下叫了她女儿 只问是不是她用的 但女儿说大家都在外面没有人进来 怎么可能是她呢 她又叫了男友的女儿Marie 问她是不是她用的 但得到的答案也不是 她心想可能是有人不小心打翻 又不想要太大体小作 就摸摸自己的鼻子清理干净 然后再到外面跟家人度过那天的下午 当那天她们从泳池一起进房后 她们发现家里的食物罐头 一罐一罐的放在楼梯街上 Oh my god 还有不相关的物品放在奇怪的地方 以诡异的方式排列 例如在浴室看到洗发炉 叠放在另外一杆洗发炉上 酥脂被排放成星形 在微波炉里面发现花生酱 食物罐头以及小孩的玩偶 厨房柜子内的清洁品被拿出来以高度排列一排 还有墙壁上被撒上不明议题 所以她们一进门就以为家里被闯入 然后就赶快跑到外面观察四周 但根本就没有看到任何诡异人士 于是她们就拿着手机开始录影 完全不知道要如何解释眼前的诡异现象 Max跟Susan都深深认为是对方的女儿在捣乱 导致这个小家庭开始出现裂痕的争执 由于家里的状况实在太混乱 她们就花了一些时间打扫清理 事发几个礼拜后 这两个小女生有一天在Jamie房间 Marie坐在床旁边的桌子上 Jamie将手上的咖啡放到了Marie坐的桌子上 然后说要去上厕所 她回来看到Marie低着头专行看着书本 但是刚刚的咖啡却整个被撒在床上 她马上直问Marie 干嘛这样做 Marie抬了头看了周围 也一样惊讶地说不出发生什么事情 这更让Jamie相信那些罐头事件也是她做的 她出去拿了漂白水放在她的衣服柜子上 她转身拿起床上的咖啡杯 转回去要拿漂白水的时候 瓶子已经被打开并且翻倒 漂白水不断流出倒在她的衣柜内衣服 Jamie这段时间都看着Marie坐在原来的位置没有动过 所以她吓到尖叫 Marie也一起尖叫 她妈妈听到后立即跑到房间问他们怎么了 当下墙壁上的相框掉下来 三个人下到往那个方向看 接着另外一个相框也掉下去 惊吓的三个人一起跑出家外 上了车离开那里 这是故事很大的转折点 因为原本心里都认为是对方两人还有妈妈 现在应该觉得是家里闹鬼了 在开车绕了一阵之后他们回到家里 家里又出现了一样的情况 罐头被摆在楼梯上 物体被摆放成奇怪的排序 Matt在工作他们三个人在外面 这时候更能确定这是非常不寻常 当Matt那天晚上回家后 脑中认为一定是他们三个人其中一个在整他 也吵了一架 那天晚上四个人都没有讲话整理家里 晚上家里还断电 只听到家里的门不断的打开甩上的声音 还有瓦斯鲁不断被打开的声音 所有的灵动现象完全一览无意的发生在他们的眼前 隔天一早 Susan见了一位好朋友跟他说家里发生的事情 他朋友建议也许做一个小仪式 告诉家里的灵体他们没有恶意 于是他就在家里架设了一个蜡烛仪式台 然后说请接受这个礼物 但Matt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所以提早回家 看到Susan跟两个女儿在做这个仪式立即发表 从桌上拿了贡献品往后院丢 没想到在他们都回到那个仪式台的时候 竟然看到桌上又出现一模一样的贡献品雕像 但他们所有人眼睁睁看着Matt把东西丢掉了 Matt根本不管什么灵异现象 再次拿起雕像往地下砸 那天晚上大家都睡着后 Jamie半夜肚子饿 起床到楼下厨房要找东西吃 没想要看到墙上写满了Cat 他冲上楼叫醒大家 Matt却生气的说是Jamie自己写的 于是大家又开始推卸责任争吵 却完全没有发现他们家真的闹鬼了 除了墙上的字迹外 所有柜子里的东西又被丢了出来 但他们却没有人被吵杂生吵醒 他们再一次又清理大扫 当中意外的发现一个巨大的脚印 但因为他们的思绪已经完全被打乱 根本没有想到要报警这回事 也没有多余的钱搬家 所以他们的处理方式就是待在自己的房间内 情侣两个人彼此不讲话 没有真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在他们待在这房子后的最后两个礼拜 两个重大事情发生了 第一个是不得已的情况下 Mary自己在家的时候 她坐在客厅看电视 突然电视自己关掉打开 关掉又打开 经过之前那些事情 她大概也知道恐怖的事情即将要发生了 到最后电视完全关掉打不开后 她要拿遥控器的当下 遥控器竟然从桌子上飞出去 她冻结了 看着眼前的摇椅自己摇晃 就好像刚刚把遥控器甩掉的鬼 走过去坐在摇椅上 晃着晃看着她 接下来墙壁上的相框一个一个掉下来 因为家里发生的事情 所以她跟Jamie无时无刻都拿着相机记录一切 那时候她第一个反应就是慢慢拿起相机 不停的拍照 然后冲进房间 拿手机打电话给家里每个人尖叫大哭 叫大家赶快回家 她跟家人说自己拍了照片 以下就是她拍到的照片 照片可以看到不寻常的光线 跟她在同个空间下 这时候 Matt 终于相信家里闹鬼了 她心想关于联谊相关问题 应该要打电话给教会 请了神父祷告后也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 第二个发生在那最后两个礼拜内的重大事件 就是发生在Jimmy身上 那时候她也是一个人在自己房间内 听到有人大力的敲塌房门 所以她立即拿起相机录影 她想要赶快离开那里 所以她鼓起勇气要转动门把打开时 敲门声突然停了 这让她吓到跑回床上 整整三个小时都不敢动 听着外面有东西被砸到门外的声音 后来声音完全停止 她觉得这是跑出去的好时机 她开了门 外面没有人 她的门因为被疯狂敲击而出现了一个大洞 门外的门把被凹断 外面走廊有一堆厨房用具 似乎就好像有人试图拿这些物品要敲烂她的门一样 她房边旁边的浴室灯不断闪烁 看到了走廊上布满了卷筒卫生纸 还有一处已经着火的卫生纸燃烧着 她立即扑灭火事 认为再不逃出家门就来不及了 家里到处都是卫生纸纸张 她心想这个灵体是打算要将整栋房子烧灭 害怕的从整个卫生纸迷宫爬出家门外 她妈妈跟Matt还有Marie都回家后看到她坐在家门外不停的哭 开门看到家里的景象 Chemie跟他们说发生的事情 他们就知道尽管破产他们也必须搬家了 后来房子卖不出去Susan也真的破产了 他们搬家后没多久他们的邻居也搬走 更诡异的是同地区的另外五栋房子的邻居都搬走了 那里也所有的房子都没有卖出去 到现在还是空无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他们这四口搬走后虽然破产 但他们却感到无比安心快乐 因为再也没有经历灵异现象了 也很庆幸自己或者离开那里 今天的真实故事就到这里 听完是不是让你觉得好像亲身尽力了一样呢? 如果你喜欢灵异按键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